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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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是想找死的 小子 我这轻轻一掌 就能捏碎你的骨头 小子 我这轻轻一掌 就能捏碎你的骨头 上一个挑衅我的香脉佬 还在医院躺着呢 石头 你行不行啊 大白天出这么多汗 还得是我来 小子 想杀人 小子 赶来锦盛集团闹事 我看你是不想活的吧 我只是来这找人而已 找人 锦盛集团的人 也是你这种香巴老不认识 又是香巴老 这就是你们锦盛集团的代抗之道 给我杀 等一下 叶总监 你是林凡 不可能 林凡十年前就已经死了 当初林家出世 他父母的尸体 还是我亲手埋的呢 林伯父 林伯母 林凡 林家满门被灭 我却不能帮你们报仇 是我太没有用了 那些没有人性的 还说要鞭尸 我只能偷偷把 伯父伯母的尸体 埋在这里 林凡 希望你不要怪我 看来是我眼花了 我差点以为 你是我以前的那个同学 还别说 真的很像你 是叶婉 是我 是 林凡满门被 那是 我为我和一家三口一杯的 一种 你这不是写着呢吗 叶总监 这小子就是来闹事的 您后退 让我好好教训教训 徐队长 这个人我认识 给我个面子交给我处理吧 您认识这小子 我这就带他离开 走 你是来 谨慎集团推广美容药方的赤脚医生吧 你还是回去吧 我们现在已经停止收购这种三无药方了 美女 我看你印堂发黑 是有大凶之兆啊 我看啊 你也有大凶之兆 如果不让我帮你医治的话会饿死 我看你是饿了吧 喝吧 我帮人帮到底 我请你吃饭 然后你就回乡下去吧 夜晚 十年前的葬夫葬母之恩 我林凡满门一世无缘 林凡你记住 待会多吃东西少说话 这可是很正经的商业宴会 你跟紧我 你印堂发黑有大凶之兆 我当然要替身保护你了 那今天你就帮我挡酒吧 好啊 这叶总监真是越来越多 他破坏的小子是谁啊 凭这么站在他身边 叶总监总算把你判来了 真是百文不如一见啊 叶总监我叫钱勇 海勇酒店就是我家的店 叶总监你这手很滑呀 哎 你要不要也和我过一下 你他妈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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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朋友 还是我们锦盛集团的贵客 哼 看在叶总监的面子 我就放你了 难道叶婉儿印堂上的黑戏 和这场宴会有关系 到底哪些东西 会对他产生危险呢 程少 叶婉儿来了 这家伙怎么在这儿 叶小姐 上一次你不辞而别 是真不给我成军面子 这杯赔罪酒 你是不是该喝啊 程少 不好意思 我今天开车来的 所以不好喝酒 要不我以茶代酒 向你赔罪 总统套房 我已经开好了 叶小姐要是喝醉了 住上面就行 叶总监 程少敬泥酒 可是给你面子 还不快喝 再不喝 程少生气了 喝就麻烦了 还不快喝 再不喝 程少生气了 可就麻烦了 就是啊 叶总监 只是一杯酒而已 不怕呀 在场这么多人 难不成 程少还能把你吃了 我一直都有问题 我今天可就真的走不出龙虎酒店了 你还真以为你是什么高级货色 别在老子面前闯 这杯酒今天就算你不想喝 也得喝 你背后的唐雪晴来了也一样 在天都 老子的地盘 听到没有 这就对了 这在天都 谁敢捂你本上 哈哈哈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让他喝酒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 你身上这衣服 扎起来 连一百块钱也不到 哈哈哈 就你这种小马郎 也敢得罪我成少 信不信我突然一个电话 就让你在天都混不下去 就你这种小马郎 也敢得罪我成少 信不信我突然一个电话 就让你在天都混不下去 成少 需不需要 我把你解决了他 你别胡闹 成君的身份可不一般 他背后的成家可是有一位鼓舞者 实力通天 不是我们锦盛集团能得罪的起到 程少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我朋友没有见过世面 不是不意要顶撞你的 这酒 我喝 能不能请你放过我的朋友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连你自己都保不住了 还想保他 你他妈可真是个 你他妈这个杂碎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就敢伤我 今天我要杀了你 谁来都保不住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杀了他 今天天躺下来 老子顶着 给我杀 刚才我杀你 你可 我 我 我服 我服大哥 我服我服 你 现在我又杀你 你可服 我服 我服大哥 我错了大哥 你怎样才能放过我大哥 你打电话给成年 他若跪在我面前 今天我就放过 你小子疯了吧你 我爸可是成家家主 他来了 你小命给他布保了你 我 我打我打 我打 成年了 成家家 十年前的成 就从你先开始了 喂 爸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还年轻别把命搭上 他们比你想象的还又复杂 好 这样吧 一会儿你就假装去厕所 然后你就赶紧跑 越远越好 这样吧 一会儿你就假装去厕所 然后你就赶紧跑 越远越好 这张卡 这张卡你拿着 里面有三十万 密码是六个一 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积蓄 还有这个车钥匙 待会儿你就开车跑 记住 越偏越好 千万别回头 那你呢 那圆导 倒是这个时候 我一个女孩子 你管我干什么 他们还能杀我不成 你快走啊 再不走来不及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 谁也别想踏出这个厌卫厅半步 这家伙居然是一个小 他体内没有丹田 应该是叶瓦尔所说的鼓舞者 有意思 天都居然还有这种高手 完了 这次全都完了 完了 这次全都完了 爸 爸 就是那个小子 他把你给我安排的两个保镖 全打趴下了 对了 他还杀我 他还 甚至说还让你下跪 爸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爸 动手的 自己站出来吧 跪下磕石子头 到底哪来的饿死鬼 成家家主都画画了不敢不理 这家伙是知道自己死定了 最后吃最后的一个 把那小子给我带过来 是 小心 你们远远不够格 哎 一定要让我出手吗 义士生 一定要让我出手吗 义士生 啊 啊 啊 这年后 这种乡下的医生都这么凶啊 你这是 你不是说 让我跟你当酒吗 从今以后 没有人敢让你喝一杯酒 没有 我 成年安 老酒不见 老酒不见 十年前 我是离家废 苟且不上 十年后 回来 再终于是通天地气鬼神的秀为回来 成家的好命 好 这小子 怎么应该也出 希老 这小子难道是 你猜对 此人应该和我是一类人 不过 看此人年纪 应该是跨入没多久 不错委屈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希老出手了 既然如此 那就有劳希老出手了 小子 不要看你学了几成 就无法无天 在老夫眼里 你只不过是一只 蝼蚁 希老发话了 你小子必死无疑 希老 我要这小子一只右手 小子 我们成家人 要你一只手 你可有话要说 真是过躁 你若再敢废一句话 我让你此生都是个废人 狂妄的年轻人呐 老夫今日让你明白 什么是荆棋之娃娃 老夫今日让你明白 什么是荆棋之娃娃 五天玄阳诀 你到底是谁 你的修为怎么可能是 我是谁 我是你永远都惹不起的人 你 沉棋安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这位大人 就是我教子无法 这个畜生 你想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大哥大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知道叶小姐是你的女人 大哥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觉得需要道歉的人是我吗 你觉得需要道歉的人是我吗 叶小姐叶小姐 对不起叶小姐 是我鬼眼看人帝 我不该骂你的 我是婊子 我全家都是婊子 我是婊子 我全家都是婊子 我是婊子 我全家都是婊子 你走吧 咱俩赶紧去警局 抓了点小子 走 走 成年安 我有说让你走了 有啊 我好像 没有跪下 何许多 站着的江湖 马上抱头蹲下 如果你再不蹲下 我有理由将你击杀 先告第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你再能打油了 现在是个法治者 你再能打油 能比得过子弹吗 再能打油了怎么样 现在是个法治社会 你再能打 能抵抵给我子弹吗 嗯 抱头蹲下 警告第二次 那什么愣啊 他们真的会杀了你的 待会先去里面做笔幕 这都有监控 反正你全城都是自卫 没事的 成家家主怎么会跪的 小周 把酒店监控视频调出来 再问酒店要一份参加宴会的花明措 好 队长 那剩下的其他人怎么办 全部带走 啊 还是外面的空气好 还好刚才有监控 证明我们是无辜 证明我们是无辜的 等我回家 得好好洗个澡 除出身上的晦气 成家父子没死了 一大午离开天堂 晚上必定会收到成家的怒火 无论是十年前临家灭门的仗 还是今天晚上的仗 成家必须没 无论是十年前临家灭门的仗 还是今天晚上的仗 成家必须没 凌芬 你在想什么呢 看来得找个时间 会会这两个人了 什么 你要见谁啊 没什么 我们走吧 这成家的保镖据说都是特殊身份推印 怎么到了她面前 这么不惊当 是巧合 还是这家伙身上真有这个实力 雨淹 杀人烟 成家 你准备好了 爸 您别转了 转得我头都晕了 混成东西 少不是因为你 西老现在受了重伤 已经成为废人 没有西老在 老爷子又不在 啊 我们成家必死无疑 成家必死无疑 啊 你也太起人忧天了吧 爸 这爷爷虽然不在天都 但毕竟还活着是不是 爷爷活着 谁敢动我们成家 西老师很强 但是在爷爷面前 连个屁都不算 哎 爸 要不明天我们亲自去趟昆仑 请爷爷出山 爸 那小子那么狂 都让你下跪了 你忍得了了吗你 你 明天就去趟昆仑 我一定要让这小子死 爸 我要砍了这小子的手脚 真以为我怕你不强 还有那个叶婉儿 老子非得干死他不强 爸 到时候咱俩一块玩这个女人 方言整个天都 身材还找不出第二个比她好的 到时候咱俩 看起来一定很爽 我林凡的女人你们都敢动 你是怎么进来的 嗯 昆仑大红袍 很久没喝了 味道还不错 你到底要干嘛 我白天的时候已经给你下跪了 你究竟想怎么样了 林哥 林大哥 刚才 刚才燕小姐的事情 是我爸 是我爸提出来的 和我没半点关系 这样 你只要嚷了我 我愿意当牛做马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也不知道你来自哪里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程家背后 可是有一位忠师 如果你敢杀了我们 忠师之路 使你承受不起的 忠师 你说的是那个 十年前就离开了你们程家 上山修行的程天华吧 我知道你是个鼓舞者 我也知道你们鼓舞者 之前有规矩 不能滥杀无辜 如果滥杀无辜 你不光要面对 宗师的怒火 还要面对那个组织的追杀 如果杀了我 如果杀了我 你以为你还能活下去吗 是吗 现在你说我林凡敢不敢杀人 我知道我渐渐 冰死无影 但是 我想求你告诉我 究竟是为什么 对我们程家动下杀手 我们无冤无仇 哈哈哈 好一个无冤无仇 成年安我问你 你可记得 十年前云湖山中那场烟灰 成年安我再问你 你可记得 十年前死去的林家夫妇 成年安我最后再问你 你可记得 当年你那恶毒无比的嘴脸 你是林家那个废物林凡 你是追河那个林凡 不可能 你不死了吗 我还可以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 我根本就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鼓舞 我是一位修炼者 也许鼓舞者 在你们眼中很强大 但是在修炼者眼中 这华夏乃至整个地球 不渺小如尘埃 也许你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实力 也许你的背后 站着一位武道宗师 哪怕是整个宗门 我林凡都会一箭斩断 我林凡都会一箭斩断 他来了 他复出来了 完了 天都 完了 离开成家不休十年 老夫终于要统坡了 是谁 这究竟是谁 敢杀我族人 毁我十年根基 我成天华队天道发誓 我一定要亲自找到你 然后将你斩杀 灭你魂魄 看来要加快修炼的速度了 正好 用昨天得到的那一千万 先去买些药材 林凡你醒了吗 我带你去吃饭 吃吧 锦盛集团虽说不收丧物药方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份工作 你需要美容药方 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生产美容产品 可是最近生产的产品效果都不太好 一直有找不到好用的药方 这个单方等级虽然不高 但是如果拿出去卖 足以药物加上市公司了 你干什么呢 啊 来 这个呢是初级助援单的配方 我稍微修改了一下 你拿去给你们公司技术部的人看 他们是货 对了 这个单方至少价值一千万 要是少一千万你可千万别卖 这么一张随便写点字的餐巾值 就值一千万 亏你想得出来 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那真的假的 你拿去给你们公司的人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如果是真的 你就让我去你家 一百个月 然后再借我三千块钱就行了 其实 我知道你们男人都要面子 但是也没有必要这样 三千块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但是我希望 你能收起你那颗好高骛远 不切实际的心 你花这些钱去好好找个工作吧 我是不会让一个陌生人住进我家的 那我们认识一下不就不是陌生人了吗 你好我叫林凡 林什么 啊啊啊啊啊 林翻翻船的翻怎么了 好巧你跟我那个老同学的名字 有点接近 差点以为你就是他了 是吗那还真巧 算了我家还有一间空房 我可以收留你一碗 你明天记得找住处啊 我家的地址我会发给你的 那我已经买过了 你吃完就直接离开吧 你吃完就直接离开吧 你根本就不知道 在你口袋里的纸 有多么重的份 哎 看来 我还是得挣钱呢 不过我 不过我林凡打工是不可能打 找个什么挣钱的工作 哎 有了 哎 哎 你回来了 我刚想到了个真正的 哎 哎 你回来了 我刚想到了个真正的 挣钱的好路子 你替我给你 你早上拿一张假单方片 现在又干起了这种坑蒙拐骗的生意 你到底幼不幼稚 你就不能找份证件工作吗 我这是救死扶伤 怎么就成坑蒙拐骗了 你如果需要钱 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脚踏实地诚实一点 你乡下的父母 如果知道你做这种坑蒙拐骗的生意 他们会被气死的 你回去还怎么面对他们呢 我也想以后能面对他们 但是再也不可能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居然也没有父母 原来他和林凡一样 都失去了亲人 林凡 林凡 喂 汤总 您回来了 林婉儿在哪儿 立马回公司 S级紧急会议 S级紧急会议 这可是最高级别的紧急会议 难道锦盛集团出事了 卧槽 就连天都地医院的医生 也不敢这么吹啊 这小子不会是疯了吧 小子 新来了吧 来这里看病 十万 你没开玩笑吧 你先交个十万诊金 你就知道值不值 小子 就你这样还敢骗我 十万 你这种骗子 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有本事你试试 我刚刚说的十万只是定金 如果病症复杂的话 至少一百万起步 但是我可以保证啊 任何病都可以治好 十万居然只是个定金 甚至后续还要一百万起步 这他们是个神经病吧 你这个傻瓜 怎么不去抢啊 十万定金 你呀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自己是华佗吗 这家伙估计是个骗子 交完定金就跑了 对对对 一定是这样 我现在就报警 报警 报警 那个 你真的什么病都能看 就你了跟我走 哎姑娘 这家伙是个骗子 是啊姑娘 你要看病也是去医院看 这小的一看就是个神经病呢 哎哎哎哎美女 我还没答应呢 不需要你答应 哎不是我看胃 哎哎哎 好容重的恶心 这恶心你的希望套战 就算大陆今夕也被想救 我知道你救不了我吧 请你来 就是想让你骗骗我妈给她一丝希望 否则 她活不下去 钱你不用担心 十万块钱一分不少 原来你看中的是我的骗术 啊 清儿 黄神医说你妈没有多少时间了 是真的吗 如果真难走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黄神医 我不是说不让你说吗 顾卿 做人呢 要诚实 生老病死 再正常 你看妈要瞒着咱妈呀 正常 我看你是想把咱妈也妻子好继承更多的遗产吧 不一批 恶心 顾卑哥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顾卿 我告诉你 别血口坤人 说话要讲证据 妈 我已经安排好了最好的拼藏公司 到时候 一定给爸 安排了 夫人 体安顺便 真难 我来陪你了 妈 这家伙我能治 对 他是我找来的神医 就 李凡 小伙子 是真的吗 你真的能救真难 妈 这种江湖骗子也相信 霸得的可是癌症晚期 整个华夏乃至整个世界都没有成功的案例 他怎么知道 再说 你看看 毛都没长齐呢 还学别人治病 连黄神医都说不行了 要拿什么指 别人救不了 不代表我林凡救不了 小子 你有没有行医资格证 哪个学校毕业的 说不定 我还教过你们院长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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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一个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得叫 你拿什么看病 要想治好这个家伙可以 枕费一千万 一千万 你还真敢要 你真以为自己是话堂 不好意思啊 我想你们肯定 一千万只让他醒 要想治好他 还需要一个疗程 这个疗程呢 是五千万 谢绝还家 小子 你他妈是个疯子吗你 你们知不知 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给你们三秒钟的时间考虑 不知我就走吧 三 二 治治我治 好 那你去准备一千万 我先进行第一个疗程 让他醒过来 在此期间 任何人不准踏入此地 妈 你是不是糊涂了 你拿六千万去相信这个疯子 可他是你爸呀 就算他是骗子 我也认了 你们都给我出去 也算你命不该绝 在这最后一刻遇到了我 老头子就给我的通天医术 足以把你从鬼门关拉过来 天地玄黄 是非王粮 九天玄阳阵 行 天地玄黄 是非王粮 九天玄阳阵 行 就是现在 看来还是要度假修炼啊 等我挣了钱买点药材 这修炼的速度应该能加快吧 唉 早知道这么消耗真心 我就应该要他一个亿 算了 你怎么说也是我的第一个客户 这当是给你打折 小子 我看你怎么说 我爸已经死的不能再死了 你还能听到他 我告诉你 老子要报警抓你 告我们的诈骗 没错 一个小时前 我也查看过病人的情况 你既早就检测过了 新电图也不跳 毫无升级 在医学上已经算是死亡了 我看大家别抱期望了 赶紧准备后市吧 这次股价暴跌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新推出了一款美容液 只要服下一个疗程 不管是皮肤还是外貌 都会有显著的变化 锦盛集团一直都是靠美容口服液 才稳坐龙头 现在对手推出了更牛的产品 这简直就是把我们推向绝路啊 注颜单 林帆这个人哪里都好 唯独做人不切实际 喲 夜晚儿 你的小男人啊 这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想不想男人 帮你生事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 哼 你这被包养的人 还有资格说我 整天正丧 不知道被多少人干过了 啊你混蛋 把纸巾给我 这么激动啊哼 看来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夜婉儿夜婉儿 你是不是脑子不正常 这什么助言单啊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看着自己 应该像是个男人心 可能不会又被男人给骗了吧 过年一晚上 我本来还以为 你顶多还能吃个几百块钱 没想到现在 连一块钱都不值 哈哈哈哈哈哈 东西给我 我最后再说一遍 哈哈东西给我 我最后再说一遍 哈 你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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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呀 我让大家来开会 是什么原因 我想大家应该清楚 对手上新的产品 锦盛集团的业务直线下降 我很纳闷 这么长的时间了 难道就研发不出一款有效的报款 研发部 我让你们去全球搜索配方 这件事情 是不是被你们给忘 不不不 宗财 这民间配方极其珍贵 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拿下的 我们一直都在派人在收集 虽然用高价买了一部分 但是效果都不怎么 集团竞争这么大 就想赢这么一句交代 就想蒙混过关 从今天开始 研发部全体加班 无论如何 哪怕天价 也要找到适合我们锦盛集团的配方 要 就你自己研发 首封 总裁 是 其实这件事 很容易 刚才叶总监说了 他手上 有无价的助言丹药方 他还向我保证 说一定能挽救集团的生死 叶文儿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手里 真的有助言丹的配方 快拿出来 只要情况属实 我立马给你提拔为副总裁 外加3%的股权 总裁说 等我先加起来 至少值十个亿啊 怎么办 这种骗人的配方 怎么能拿出来 难道我从今天开始 就要成为 锦盛集团的相关了吗 难道 你觉得这些条件还不够 这样 你开个架吧 不是 总裁 对不起 这只是我朋友 开的一个玩笑 这是祝颜丹的配方 你把我当傻子不成 这是真的 祝颜丹配方 这是真的呀 我的天哪 我的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见到 这种宝贝 我死而无憾呢 叶总监 你这套药方 是从何处所得 你告诉我吧 我想见见 这配方后面的人 我求求你了 要不 我给你跪下 于老 您可是医学界的态度 怎么能帮着 这个小奸人骗人呢 有眼无中 不可能 绝不可能 这小奸人怎么会有 助言丹的配方呢 一定是假的 这是真的 你家伙给我的居然是 真的助言丹 怎么可能 叶总监 你刚才 嘴里说的那个 那位 难道 就是这个 西方后面的人 能带我去见见他吗 我求求你 我真的求求你 真的求求你 西方 你是医学界的态度 别这样 我受不起 那你 愿意带我去 见那位大师 你早上拿一张 假单方骗我 现在又干起了 这种坑蒙拐骗的生意 你到底幼不幼稚 你就不能找份 正经工作吗 你如果需要钱 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脚踏实地 你乡下的父母 如果知道你做这种 坑蒙拐骗的生意 他们会被气死的 你回去还怎么面对他们呢 为什么 为什么我当时就不愿意相信他呢 但是他为什么要用 这么贵重的东西 换三千块呢 他疯了吗 还是说他喜欢我 这是他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徐朗 你真的确定 这个方子有用 总裁 我拿我的性命担保 这个药方 绝对是真的 而且 还比我们对手的产品 好上一百倍 只不过 有话说完 这个药方 似乎被损坏了 其中有一位药 看着不是很清楚 其中有一位药 看着不是很清楚 叶总监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事我知道 总裁 在你来之前 公关部的周总监 从叶总监手里 强过屁股 还踩在脚下 如果不是你来的及时 这方子库他已经没了 周瑶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害死我们锦盛集团 好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我们锦盛集团的总监 立马给我滚出会议室 还有 如果这个配方出了什么问题 我保育集团 会对你追究刑事责任 你最好祈祷这个药方没事 都是你办的 你这个贱 原来是你这个蛇蟹妇人哪 你居然敢毁了这宝贝 你知不知道 这个东西要是弄破了 意味着什么 我的不成亲的儿子 刚好在文化部门任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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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着吧 你 我回来 你 你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向你说对不起还不行吗 我为什么要走啊 我真的知道错了 只要你可回来 要我怎么样都可以 这可以让你住一辈子 你就不能回来吗 怎么 小子 不说话了 你刚刚狂妄那股劲呢 这聊得非常顺利 里面那个家伙很快就会醒了 对了 我要的钱呢 真的 大师 你的意思是 这男马上就要醒了 谢谢谢谢 谢谢大师 这是银行卡 密码是六个零 这种江湖骗子的话你也信 你去里边看看 把哪里想 不是还躺在那吗 还故作疲惫的 就是为了博取大家的同情 亏你还是个医者 一天到晚骗死人的钱 我都为你感到羞耻 都不相信 你们确定了 都不相信 你们确定了 这是我应得的诊金 里面那个家伙会醒的 但是只能活三天 三天过后要是没有我的药 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活他 这畜生敢他妈打我 还当着这么多人面 抢走一千万 这么多人 这好 我要报警 我要让他死 顾上 我有个朋友在天独请局 我这就打电话给他 妈 我去 这 这是人是鬼呀 竟然真的治好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刚刚 竟然还不相信他 这难 我不会是做梦吧 你瞧瞧我 梅兰 这不是梦 我真的活过来了 对了 那个神医呢 他在哪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他 如果不是他 我的命 早就没了 你们 谁给我一个解释 爸 刚刚我哥说他是骗子 把他给弃走了 畜生 你这个混账东西 居然把神医给击走了 你是想让我死啊 从今天开始 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一分钱 也不再是我顾这男的儿子 爸 我错了 你们愚蠢啊 我刚才虽然昏迷 但是我能感觉到神医在救我的过程 堪称是 回复神功 天神下凡 这种人 就算不交好 也绝不能交物 还有你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居然敢侮辱神医 我告诉你们 如果找不到神医 我发誓 你们都得死 找 全部给我去找 翻遍天都也要给我找到 除了美兰 你们全部滚出骨架 三天之内找不到神医 你们 就别再回来了 林凡 你在哪儿啊 林凡 你在哪儿啊 怎么了 这哭什么呢 谁欺负你了 要不要一个温暖的拥抱 难道我又变帅了 你 你老是跟我说 你给我的那张餐巾纸 真的是触及助言丹的药方 那 我怎么可能跟你假的呢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我就是坑别人 我也不可能坑你啊 对不对 你 为什么要把那么贵重的东西给我呀 我还给你 你还给我干嘛呀 它已经是你的了 你忘了 正是你用了三千块钱 和一个月的房子跟我换的 你如果把它给我 那我现在我就出去做 我留落街头去 可是 别可是了 我给你的东西 那都是我身上最低级的而已啊 你如果不想要的话 你就把它扔了就行了 这家伙心也太大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价值十几亿就随便扔掉 这助言丹的药方 居然是他身上最低级的 他身上到底藏着怎么样的今天秘密啊 唉 行了 今天呢 我也累了 我回去睡了 你也坐点休息啊 哎 等一下 怎么了 你的药方很有可能让锦盛集团起死回生 所以唐总要亲自见你 明天上午十点 锦盛集团总裁办公室 你有时间吗 我没空 他如果要见我 就让他来这儿 亲自来找我 走点睡啊 他 居然拒绝了唐雪晴的邀约 那可是无数大家族少爷 想见都见不到的存在啊 总裁他拒绝了 知道了 这猫不有人拒绝 难道说 是我不够好看 还是说 林凡 你根本 不是个男 林凡 我对你 越来越感兴趣了 我倒是要看看 拒绝我唐雪晴的 究竟是个 什么样的男人 我们的女人 我倒是要让她 听她们的女人 étaient 我 我 做 我 就是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让你走了吗 到底什么意思啊 穿得跟个香巴佬似的 怕是这辈子都没资格接触这种东西吧 啊 林依 不得无礼 小兄弟 实在抱歉 我这位孙女儿从小就是这样的脾气 被妇孺宠坏了 还请害憨啊 爷爷 你跟这种香巴佬废话什么呀 他懂个屁啊 看他穿的 这是个什么样子 八朝 是来偷东西的 爷爷 你跟这种香巴佬废话什么呀 他懂个屁啊 看他穿的 这是个什么样子 八朝 是来偷东西的 小兄弟 我刚才 看你对这幅画挺失望 你是觉得 是画技不行啊 还是意境不好 或者是 这幅画是 艳品 什么 你居然说这幅画是艳品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们天衣馆 从秋水拍卖行 以九千万的高价拍得的 还被无数收藏家 奉为唐伯虎的真迹 到你这儿就成艳品了 信不信 现在立马就会有人 以造谣的名义把你带走 算你今天来天衣馆就没养好心吧 算你今天来天衣馆就没养好心吧 小伙子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实不相瞒 我就是这天都天衣馆的老板 祭道河 这幅画 是我花重金 在京都拍卖所得 前前后后 一共三百多位鉴定家做过鉴定 鉴定结果无一例外 都是真品 你竟然说它是艳品 也就是说 那三百多位收藏家 都是吃干饭的不成 没错 那些收藏家确实都是吃干饭 你 好 小子 你竟然说它是艳品 那就给我拿出一个令人幸福的理由 如果没有 哼 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爷爷 别跟这种人生气 医生说了您不能动物 这一句相巴佬 就不用跟他废话 好一脚把他给踢出去 灵烟不可伤人 灵烟不可伤人 看来基道和甲族背后的事 没有意见 这样 可是从小就跟着江南省那位大人学武 这一脚下去 面前这小子不死一非 怎么可能 女孩子练这种男人的武学口 说不定练到最后练成了一个废人 我只提醒你 真奇外方 怎么可能 年纪轻轻 竟然有这种境界 这位兄弟 刚刚是我们莽撞了 爷爷 怎么能向这个香巴佬道歉呢 您是什么身份呀 连天都正元领导见你都要 给我闭嘴 赶紧向这位新师道歉 不然你就不再是我基道和的孙女 赶紧向这位新师道歉 不然你就不再是我基道和的孙女 这可是一位武道宗师 一位可以争气外放的武道宗师 这种宗师放在华夏是被无数家族巴结的存在 我们万万得罪不得 对不起 若是再与下次 我不会给你活着的群 怎么可能 这世间竟然还要比师父更厉害的强盗 可是他才几岁啊 这能不能 怎么做的 谢谢这位先生高抬贵手 我以后一定好好管教灵烟 先生请留步 还有什么事 先生请留步 还有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 刚才你说这幅画是赝品 请问您是怎么知道的 如果跟这位先生交好 那记价在天洞的地位绝对水涨得高 您要是想知道这画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就把它拿下来交给我 我证明给你看 先生 还请辞教 你干什么 这是我们天洞馆的支店之宝啊 不要打扰先生 你用放大镜看一下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用放大镜看一下 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哪个傻居会拍下这幅烟片 全体背不住了 爷爷 您看到什么了 多亏了先生您出手 不然我记得和就一直被蒙在鼓里 对了 聊了这么久 还不知道先生您怎么称呼 又为何来到我天洞馆呢 林凡 我来买药材 林凡 十年前被京城龙迎灭了满门的林家 林家的废物小子也叫林凡 同样名字的两个人 地位竟然如此悬殊 一位是天独被人人踩在脚下的林家废物小子 一位却是掌管一切登林苍穹的武道宗师 一位却是掌管一切登林苍穹的武道宗师 是啊 谁也想不到当初的废物林翻回来了 林先生 您所需要的药材 待会儿我直接送到您的住所 我需要这清单上面的药材 数量越多越好 至于价钱吧 你按照市场价就好了 林先生 这药单上的药材毒性很大呀 药方你不用管 你只需要按照清单上面给我配齐就行了 明天我亲自来去 爷爷 你是不是把他看太高了 我承认他是有点实力 但是放眼整个天都有实力的太多了 他林凡又算找什么 林严 你的眼界还是太窄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你的眼界还是太窄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什么 一位宗师的闻事 爷爷 你会不会看错了 他年纪这么轻 宗师怎么会像他这样 林严 你想错了 他不是宗师 而是比宗师更可怕的存在 林严 记住 从今天起 我们技家 要不过去一切代价 拉拢此人 十年了 这天都的变化还真挺大的 愿有人跟踪我 人呢 居然跟丢了 不对呀 这就是一个死活动 这家伙会去哪 这就是一个死活动 这家伙会去哪 谁让你来的 季道合 这个男人太太不恐怖了 大哥 我不是故意的 现在整个天都 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都在找你 说是找到你了 就会有一百万的赏金 我是一时心动才会来找你的 大哥 你千万别杀我 我上有老 下有小 难道天都 是有人发现我还没死吗 你或者京城那个男人被斩草手干 如果真是这样 那是最后一顾 反正总有一天 我们告诉天都所有人 你返回来 那你知不知道 背后提供赏金的人是谁 知道 是顾家 顾真男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且最近 顾真男动用了更多的人手 听说 他把天都所有的监控都调来找你了 回去告诉顾真 要想活命就别搞这种小把戏 让他亲自来找我 让他亲自来找我 我的命只有一天了 如果一天以后 再找不到神医 一切都晚了 真男 你说那个林医生 会不会出了天都 不然不可能没有消息啊 我已经让人去天都各个车站路口守着了 按理说 应该不大可能离开天都 如果再没有消息的话 我只能一家一户的去搜了 就算翻遍整个天都 也一定要找到他 是不是有消息了 是不是有消息了 顾总 有消息了 林神医让我带话给你 什么 快说 快说 你想急死我呀 林神医说 要活命就别搞这些把戏 亲自去找他 来人 马上备车 林帆 您来评价一下 这样好看吗 好看 你穿这么好看干嘛去 女人化妆 当然是要去逛街了 何时逛街啊 当然是你啊 今天星期六 我好不容易休息 正好带你去逛街 你也不看看你穿的 拉里拉遢的 顺便给你买个手机 我可不想紧要关头 联系不到你 顺便给你买个手机 我可不想要紧要关头 联系不到你 可是我不喜欢逛街啊 不行 你必须去 其实 我就是想看一下 你稍微打扮一下 是什么样子 说不定能让本姑娘 大饱饮服呢 那让我去也行 我们换身衣服 行 哪有女孩子穿运动装逛街的呀 还别说 你这头发一紧啊 还真像换了个人一样 现在要是去大学里转一圈 保证有很多女孩子都围着你转 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需不需要本姑娘帮你介绍一个 锦盛集团可不缺单身的小美女哦 这十年我的生活只有修炼和疯狂修炼 只想回来报仇 我还有时间去管理自己 你不会还没有谈过恋爱吧 没有 十年前我倒是喜欢过一个呢 这情书是给我的 是 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明天早上 你能夺过校领导的话筒 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表白 我就和你交往 同学们 秦灵溪 我喜欢你 你一个废物 也有资格追求我秦灵溪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别以为你背后站着个凌驾就了不起了 在我秦家眼里 你和你父母 什么都是 我们不过就是打赌 想要看看你邻家废物到底有多垃圾 真没想到啊 你这个癞蛤蟆还真的想吃天鹅肉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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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的我 可能真的是一个不择不靠的废物 但是现在秦灵溪的总体 他秦家又算得了什么 我终有一天 会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 告诉所有人 我林凡 回来 到时候 天都的一切在我眼里面 也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已 林凡 你在想什么呢 表情好恐怖啊 没事 走吧 哎 这家很不错 我们去看看吧 好 叶婉儿 是你吗 林凡 叶婉儿 没想到真的是你啊 去年同学聚会怎么没见你 听说 你最近在锦盛集团上班 卖美容药吗 这年头 卖美容药可赚不了多少钱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找个有钱的男人架了 多轻松啊 药 这么多年不见 都已经有男朋友了呀 不过 你这男朋友 看起来不紫药 除了脸蛋好看一些 这 这衣品 哎 估计和你一样 也是个穷鬼吧 不过也是 这穷人呀 就应该和穷人在一起 你这男朋友看起来 怎么这么眼熟啊 你这男朋友看起来 怎么这么眼熟啊 哦 对了 你还记得 十年前那个邻家废物吗 他呀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竟然敢向秦琳西表白 你这个男朋友 长得还真挺像 那个邻家废物的 人已经走了 你这样消费一个死者 真的好吗 还有 田田 不要弄得我跟你很熟一样 毕了业 我们就再也没有交集 你 欢迎光临 那个我们就要摩他身上这套了 小姐 不给您男朋友试一下吗 不用了 他身材应该和模特差不多 给我包起来 然后买单 哟 叶婉儿 你要买这套衣服 我没听错吧 你知道这套衣服的价格是多少吗 这套衣服呀 可是泰伦斯大师设计的最新款 你可不要为了面子 而让自己出丑 赶快给我们包起来 我们赶时间 好的小姐 这边请 小姐 因为您购买的产品超过二十万 我们以主动为您升级为阿玛尼尊贵会员 新品项九五折优惠 打完折下来 一共三十九万 一套衣服三十九万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奢侈品 也没这个价呀 我这张卡里只有三十万呢 小姐 您这是 小姐 您这是 要是刷卡被发现钱不够 那就真的丢脸丢到家了 我突然觉得这衣服颜色不太适合它 我们再看看 夜晚啊夜晚啊 你不会是没钱不敢买吧 既然没钱 为什么要来上留任市才能逛的地方呢 我买不买是我的权利 你管得着吗 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一点都不配它 难道不行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银行卡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你一个卖美容药的能赚多少钱呀 对了 你还有男朋友呢 你男朋友 我也没钱吧 哎呀 两个穷鬼 还敢来逛阿玛尼 真是要笑死个人了 你高中的时候家里有多穷 别以为我不知道 高考那年你好像考虑有六百多分吧 照理来说 天都的重点大学你都可以上了 但是你为什么没去 不就是因为想早点赚钱 给你那个生病的弟弟治病呢 为什么承认自己是穷人就那么难 呀 怎么不说话了 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 真是让人想笑 我看你长得呀 也还算是可以的 不如赶紧找个有钱人吧 这样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 呀 忘了跟你们介绍了 这个呀 是我男朋友杜子峰 爹集团你们知道吗 可比你们锦盛集团 贵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我男朋友子峰呀 可是里面的CFO 年薪五百万 你敢想吗 什么CFO 我还UFO呢 哟 把你这个穷鬼给忘了 呃 不知道 您是在哪高救呀 不会是在捡破烂吧 哦 对了 我们车里 还有一瓶矿泉水 尿不要 哦 对了 我们车里 还有一瓶矿泉水 尿不要 我是一名神医 可以断人生死的神医 叶宛儿 你听到了吗 你男朋友可真会开玩笑 神医 断人生死 我真是想笑 让我肚子疼 你那职业 当我们面说说行了 在外人面前别说出来 这年都说真话 怎么就没人相信呢 我真的是神医啊 还有个叫顾振南那家 过满师机在找我们 难道要拉他来作证 对了 那个顾家的顾振南 好像就是第一级的 你操控着 我们还是快走吧 你 真想看我穿那身衣服 你好 把那衣服给我包起来 抓我的卡 你疯了 你有多少钱 我还不知道吗 房租都付不起 还是问我借了三千块 怎么可能买得起 几十万的东西啊 这可是储蓄额度 不低于一千万的 贵宾黑卡呀 这位先生 您好 我们和工行有合作 您说出的这张贵宾黑卡 那件衣服还能在 原有的打折基础上 再打九折 别以为拿张假卡 就能蒙混过关 如果刷卡失败 这座假卡 可是要坐牢的 赶紧把卡拿回来 我们快走 丢领不要紧 你还想去警局啊 你这么不相信我 我看着像没钱的人吗 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 你就是没钱的人啊 刷 给我刷 而且 我不要任何折扣 就给我原价 老子今天不差钱 老子今天就当一次爆发户了 老子今天就当一次爆发户了 这位先生 请您输入一下密码 小子 你倒是输密码呀 我想看看 你们这群穷鬼 到底敢不敢 叶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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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以为我不知道 十年前 你偷偷暗恋 那个邻家废物 更是在邻家废物出事的时候 把他们一家子都给葬了 我真的纳闷 那个邻家废物到底哪里好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的眼光 还是一样的差 你看看你身边这位 哪儿好呀 我劝你呀 还是出去卖吧 随便找个嫖客 说不定都比他好 你可以说我 但是不可以侮辱林家 不可以侮辱 他 我就侮辱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要不要我跟你介绍介绍生意呀 你做鸡呀 肯定 这张臭嘴 我早就想撑你了 要不是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 早就死了 糟了 田田和秦家关系很好的 我们 你 你竟然敢打我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打我 没有人 你竟然敢打我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打我 你 刷卡成功 祝您购物愉快 这 这 这不可能 一定是你和这家店串通好的是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可能负得起啊 这位小姐 我们阿玛尼是全球性的奢侈品品牌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如果你再恶业诋毁 我们有权把你拉入黑名单 杜子峰 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不帮我说出话吗 你好 我是定业集团首席财务官杜子峰 第一 我希望你向我女朋友道歉 你应该知道 地业集团和阿玛尼刚刚建立合作不久 我不希望因为你的原因导致合作出现问题 否则 你那点工资怕是承担不起 第二 这位先生在公共场合出手打人 还是在你们店里 你有权利把他赶出去 稍后 我会让我的律师处理 这位小姐 实在对不起 刚才是我油眼不识泰山 还不赶紧把这个穷鬼 还有这只鸡给我赶出去 闭嘴 我一直退让 不代表我好欺负 这位小姐 你这样不太好吧 在天都警察局 我是有几个警察朋友的 你这个行为 已经完全可以进去住几天 不过 看在你是一个女生的份上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今晚跟我去西尔顿 喝点酒 我就考虑考虑 原谅你 滚 既然如此 你们这位狗男女就等着吧 今天 就以低业集团的名义 对你们谨慎集团施压 我看你们 还怎么在天都待下去 好大的口气 我顾这男倒要看一看 谁敢借用地业集团 向林神医施压 那是穷这男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不来了 这到底是人还是鬼 顾叔叔 您怎么来了 我不听说 您生病了吗 顾叔叔 您怎么来了 我不听说 您生病了吗 我如果再不来 某些家伙就要把我的心血 毁于一旦了 顾叔叔 您开玩笑吧 您这是来试查阿玛尼工作吧 跌业集团董事长 怎么会突然来这里 难不成 是为了帮杜子峰找回场子 顾叔叔 我可是听子峰提起您好多次了 您今天其实不必自己亲自来的 我们自己呀 就可以解决这两个家伙 一会儿啊 我就让我们家里人过来 这两个家伙呀 一个也跑不掉 完了 这可是地业集团的董事长啊 林先生 你让我吵得好苦啊 你要是再不出现 我的命可能就没了 你要是再不出现 我的命可能就没了 你不是刚来天都吗 怎么会认识顾振南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会认识顾振南 这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当初给过你们顾家机会 是你们不珍惜 哎呀 林先生 都怪老夫教子无方 您等等 我这就去叫那畜生过来 给您道歉 北望 还不赶紧滚过来 跪下 给林先生道歉 林先生 那天是我的问题 请您原谅我 我们走吧 去三楼吧 三楼也有女装 给你挑起剪衣服 放心 今天我有钱 走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就这么跪着吧 兔子风 你刚才是不是得罪林先生了 别以为你和你爸干的那些事 老子不知道 今天你就给老子收拾东西 立刻滚蛋 还有你爸 就算我死 也不会让你们从公司拿走半点股份 滚 都别跟着老子 一群废物 这 子风 我们可该怎么办 都是你这个臭婊子 害得我什么都没有了 还过来问我怎么办 找死 自己挖口把自己埋了吧 我告诉你 天天 你最好收起你那双狗眼 不然 谁也救不了你 滚 夜晚身边的那个男人 究竟是谁 竟然能让 天都顾家的顾震南 对他卑躬屈膝 顾震南好像叫他林先生 林 林 十年前的林家 你一个废物 也有资格追求我秦林西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别以为你背后站着的林家就了不起了 在我秦家眼里 你和你父母 什么都是 我们不过就是打赌 想要看看你林家废物到底有多垃圾 真没想到啊 你这个癞蛤蟆还真的想吃天鹅肉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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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他是林凡 林家那个废物 那个 向秦林西表白 还被我们羞辱的林家废物 林凡 林凡他竟然没有死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你找我做什么 喂 林西吗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事 说吧 我 我今天好像碰见林凡了 什么 哪个林凡 我们的高中同学 那个林家废物 对 没错 就是他 但 但我不是很确定 两个小时以后来我请假 喜欢吗 太贵了 还是算了吧 不用担心价格 这件衣服很合我 我就要这件吧 喜欢它就都买下来吧 我不要 这年头 这种女人真的找不到了 二位请留步 你怎么来了 林先生 您别误会 我这次来不是找您的 是找这位小姐 顾总 您找我做什么呀 这位小姐 既然您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我就 不再多做介绍了 我这次来呢 是专程向您道歉的 刚才我集团的一位员工 恶意侮辱了您 是我管理无方 这是我弟爷集团的小小诚意 请您一定要收下 这卡里面的钱 不会低于五百万 钱就不必了 刚才那件事 对我也没有任何损失 还请顾总拿回去吧 既然您不愿意收下这张卡 那这些衣服总可以吧 这都是我随便挑的 价格也不贵 这些都是我刚才试穿的衣服 对不起顾总 我也不需要这些 您的好意我就心领了 既然顾总这么有心 那婉儿你就收下吧 她一个大男人 她也穿不了这些 是是是 如果您退给我 我也穿不了 可是 这会不会让你为难呢 哎呀 不会的 这样 你先去把东西收拾一下 我一会就来 好吧 这次呢 我就给你个机会 明天上午九点 我会去顾家 除此之外 你不许再打扰我的生活 更不许打扰我身边的朋友 否则 我既能治好你的病 更能收回你的命 还有 第二阶段的诊金 提高到八千万 好 好 林先生 谢谢您 谢谢您啊 您就是我顾这男的再生父母 您以后有什么需要 我顾某 月孝全马之狼 你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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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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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凡 是林凡 秦小姐 您又做了梦了 没事 一会儿田田过来 让她直接进来就好了 是 困扰我五年的恶心 噩梦少年 竟然是林凡 那个被我当着无数人命 匈你的林凡 我怎么老想起这家 就算 这五年她还活着 以她懦弱的性格 早就流落街头 成为一个真正的废物 林凡 我总算是见到你了 我们得有半年多没见了吧 我们得有半年多没见了吧 你现在越来越漂亮了 估计 不少男人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吧 坐吧 好 自从三年前 秦灵溪出国回来以后 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你说你见到林凡了 确定是那个对我表白过的林凡 我们今天在商场偶遇 然后我看到她和叶婉儿在一起 也就是说 你不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林凡 只是长得像 并且对方也刚好姓林儿子 顾振南这个人 我打过教导 此人极为的老练 且极爱面子 你说她对一个青年卑躬屈膝 不是不可能 她对一个青年卑躬屈膝 不是不可能 不过这个青年一定要有着极高的地位 和极强的实力 你觉得当初那个废物 就算她还活着 五年过去了 她能有什么成绩 李希 万一 林家早就在十年前就消失了 林凡也早就已经不在 就算她侥幸活了下来 也只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流浪汉 这个世界容不下像她这样卑微的龙女 她只会被这个世界无情的规则碾压 然后慢慢屈服 十年前 林家被灵门的惨案不就是最好的证 天天 你明白我说的一句 李希真的变了 难道是因为秦家老女子快入了什么武道境界 整个天都都在闯 秦家甚至极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从天都快入昆仑的家族 李希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我要是遇到的 是真的林凡怎么办 我要是遇到的 是真的林凡怎么办 就算是她真正的林凡回来了又如何 天都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天都了 我秦李希也不是十年前的秦李希了 纵然她有再强的实力 纵然顾振南对她卑躬屈膝 一旦她站在我秦家的门口 也要和十年前一样 仰望星辰般的看着我秦家 宋客 是 行 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一个焦躁少女 短短几年变成如今的样子 看来 我这一辈子就只能仰望秦李希了 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征服她 唐雪晴那边你真的不去了 她可是唐家大小姐 果色天香 你能忍得住 我又不急 想见我 侍龙也得给我盘着 等你真的见到她 你就会后悔了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男人 不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 不败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 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 正是天都商会会长程莲安 他的儿子也被犯罪嫌疑人杀害 根据警方判定 这是一起虚拟谋杀 而且凶处的手段极其可怕 希望天都市民这几天出行 注意安全 夜间不要再买过多斗流 他们死了 这是不是你做的 不要 实际上 其实我是一个顶尖杀手 飞檐走壁杀人无数 你确定还敢让我在你家再住下去 万一我这色心一起 你别扯了 这几天我们还是要早点回家 凶手肯定还在天都 说不定哪天就冲着我们来了 听到没啊 晚上别出去了 行 今天逛街好累啊 我要去睡一觉 你也休息一下吧 你们男生逛街应该更累 夜晚 你放心 就算那个十恶不赦的魔头 杀过了这世上所有人 也不会动你一下的 如果其他人敢动你 那个魔头就会亲手拉他们下地狱 明天就是顾振南治疗的日子 手里还差一个药材呢 这普通的中药材 确实没有天衣馆的好 不过也够用 怎么 这身体这么虚 要吃药不不 现在的景局都这么险吗 程家的事情 是你干的吧 你说的新闻我看了 但是李小姐 任何事情难道不需要讲究证据吗 你就这么贸然怀疑我是不是过来 也对 抓人要讲证据 只不过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程家的事情 是为了另一件事 我呢 只是好奇 十年前惨到面门的少女 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没想到第一个发现我身份的 是这个女人 第一个发现我身份的 是这个女人 看来被我猜对了 你真的是十年前死去的那个李凡 没想到 当年那个林家废物竟然回来了 还带着一身极为恐怖的实力 你想表达什么 没想到 没想到 当年那个在天都被人人嘲笑的李凡 居然真的回来了 还带着一身恐怖的实力 这十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算了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 怎么样 要不要晚上一起吃个饭 不必了 就算是女人起 我也必须套出这个男人消失十年的目的 这可是我第一次约男人吃饭 你居然拒绝我 我已经答应房东了 今天晚上回家吃饭 啊 林凡你居然拒绝我 我的身份还比不上你的房东吗 你到底长没长眼睛 他没看见我的美啊 还好练娃也不在 要不然看到我练丹 又该说我是骗子了 可惜 老头那个练丹炉我没带过来 要不然就省得多了 这眼下 好吧 我就只能禁止这些过碗瓣瓣瓣 韩星天宣阳瓣 继续 这怎么才五颗呀 唉 不过 这也算不错了 如果要是这个炼丹炉不行 但是不得在这附近 赶紧找个炼丹炉才行 不然就算后面 寄到盒的药才到了 我就靠这东西也很难炼制丹药啊 怎么能一直借助这些 电磁炉灌瓢盆吧 嘿 坏了 看来我还得买个新电磁炉才行 不然硬瓣看到了 又该找麻烦了 不然硬瓣看到了 又该找麻烦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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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凡 你大白天一个人把自己锁在厨房里干什么呢 这么大动静 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呃 这什么味啊 没事我就是煮点药喝 你受伤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啊 不是 这是煮药 林凡 你到底在干嘛 这就是你一个下午在厨房里搞的东西 该不会是什么毒药吧 我 林凡 你该不会是在我厨房里炼丹吧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 唉 这 该不会是那个什么初级猪炼丹吧 不会是那个什么初级猪炼丹吧 呃 漏了一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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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效太弱了 你可以直接扔了 你小子还沉浸在武侠世界里呢 你之前还说自己是神医 现在又成练丹师了 你能不能现实一点呢 美凡 你明天有空吗 我待会帮你预约一个心理医生吧 你再这样下去很危险 呃 算了 我去买口锅去 呃这个你愿意留你就留着 呃 不愿意留就扔了吧 这家伙不会用这种东西去骗人吧 不行 周一我得把他拿到公司去化验一下 没毒还好 如果有毒 我一定要劝他不要再弄这种东西了 哎 你说啊 那位女女是在等男的还是在等女的呀 当然是在等闺蜜啊 哎 人这个大劲啊 这 起码得几百万吧 哎 根据调查研究表明啊 女生买大劲性格一般比较强势 家里比较有钱 像这种有钱的女生 会在车里等男人 怎么可能 我再给你们透露透露啊 哎 你说 如果美女被保养 一般都会开老马这种品牌的车 既好看 又能装逼 你没说对不对 是 嘿嘿嘿 我感觉你说错了 你小子谁啊 哎 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 育女小王子 老子管的女人 比你吃的饭都多 你又我懂女人 哼 我不懂女人 但是我知道那个穿连衣心的女孩 是在等我 所以你的推断权都是错的 所以你的推断权都是错的 哈哈哈哈 在等你 哈哈哈哈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特效 人家大级美女 会等你个屌丝吗 你 你笑死我了 哈哈哈哈 就你这种屌丝 如果那个美女是在等你 我直播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林先生 那个我今天是来 带我去顾家吧 顾振南那个老家伙 等的都快急死了吧 林先生请 那美女怎么对这小子卑躬屈膝的 现在这个年头美女都好这口了 哎 哎 我记得刚才谁说好像多屌来着 那位多屌的兄弟去哪儿了 啊 就是啊 哈哈哈哈 那位玉女无数的多屌兄呢 哈哈哈哈 林先生 您总算来了 我昨天一晚都没有睡 生怕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 您如果再晚来一会儿 我就要准备后事了 林先生 您还没有吃饭吧 我已经让下人准备了早点 里边请 行 那咱们就去二楼吧 我给你治疗 几秒钟就好 几秒钟 这神医不是应该问问问切吗 几秒钟 你确定 真久也没这么快 什么都不需要 算了 二楼咱们也不去了 第二阶段的治疗啊 干脆就在这进行吧 林神医 需要我躺下吗 不用 那林神医 需要我怎么做 您啊 把嘴巴张开就好了 啊 来 你把这个呢 全部吃了 啊 来 等会儿 这 这能吃吗 这 不是 你吃不吃啊 你不吃的话我就拿走了 我吃我吃 林神医 千万别拿走 千万别拿走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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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没有这样舒畅过 林沈亿 请生我顾真男一败 请生我顾真男一败 从今以后 您就是我顾某的再生父母 起来吧 你不用谢我 我救命你给我钱 我们之间是交易关系 林沈亿 这是您的诊金 密码是六个六 还有这把钥匙 是我顾某在大都公寓旁边购置的一处房产 这一处房产已经闲置了 浪费也是浪费 请林先生笑纳 地址在钥匙后面 正好 待会儿去天一馆拿到药材 有地方放 行 那我就收了 英雄男过美人观 就是不知道林先生 看不看得上我这女儿 不知道林先生 看不看得上我这女儿 林先生 不知道中午能不能请你吃顿饭 我想好好感谢你 没有别的意思 吃饭就不必了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这几天呢 你吃得清淡一点 丹药在你体内还需要几天才能入住 至于你的病呢 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我们之间就到此为止了 这次我回来 不仅林家的仇友 当初天都大小企业 挂分了临时集团 也没有到我 就是不知道当初 有多少人就参与了此事 顾振南 作为天都地业集团的创始人 这样吧 你也算是我林凡治疗的第一个病人 干脆我请你吃个饭吧 地点我来定 时间呢就定在明天晚上 怎么样 有没有时间 有时间 有时间 全听林先生安排 全听林先生安排 行 那你给我个电话 到时候我通知你 清儿 把你的电话给林先生 为什么是我的电话呀 好 清儿 快去送一下林先生 为什么又是我呀 不用了 我出去打车 爸 我怎么觉得 你在刻意撮合我和林凡呢 是 他是艺术了得 可是他论身世论谈图 他能比得过我身边的那些青年才俊吗 清儿啊 你 你一直被我保护得很好 但你根本不知道 这个世界拨开华丽万一之后 是什么样的 这个世界拨开华丽万一之后 是什么样的 他是黑暗的 肮肮的 更是血腥的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种人能够活得很好 那就是强者 他们掌握着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资源 他们挥手之间就能把我们顾甲毁灭 他们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高处 看我们如蜂蚁 如尘埃 但是 林凡后门不一样 他不是蜂蚁 也不是尘埃 他是能决定这些强者生死的存在 如果那些强者 是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巒 而林凡 就是这无数座山巒 头顶上的 蜂蜂 林先生 您总算来了 上次您走的时候也没留个电话 我还以为您忘了 正好 那批药材刚从云南运过来 和新鲜 药效极价 和新鲜 药效极价 药材在哪呢 带我去看看 好 您请跟我来 好 这些药材倒是不错 纪老 有心了 有劳纪老帮我清算一下药材的价格 按照市场价就行 贸然免贪 恐怕会遭到拒绝 您给我们添一款五百万就行了 这些药材恐怕不会低于千万了 行 对了 纪老 你知道这天都哪有卖炼丹炉的吗 啊 林先生 您会炼丹 华夏炼丹时已经消失几千年 现在市面上流传的丹药 都是千年前流传下来的 甚至 有些能排到几个亿 而且完全是有价无事 林先生 您买腰材是为了炼丹 您买腰材是为了炼丹 纪老 你开什么玩笑 我哪会炼丹呢 我只不过是有这种收藏的爱好而已 正好 五天以后 天都有一场大型的古玩拍卖会 只要有钱 都能排到心爱的东西 就连上万年前的东西也能获得 我纪家正好受到邀请 您有兴趣和我们一起去 那就有劳纪老了 本来呢 我准备让林烟向林先生敬茶赔礼道歉 但是 他和他师父一起去爬山了 要晚一些才能回来 要不林先生 待在这里吃顿便饭 等他一下 纪老 这报纸没用了吧 没有没有 那纪老有笔吗 有有有 既然纪刀河有意是好 就用这个还了这些药材的人情吧 就用这个还了这些药材的人情 纪老 你孙女回来 你把这个交给她看 她看过之后自然明白 对了还有 今天下午三点 别忘了把药给我送过去 好 这花的什么东西 我也看不懂 还是等林烟回来以后再说吧 爷爷 在看什么呢 林烟 这是刚才林先生走的时候留下来的 我也看不懂 你研究研究 他呀 这林烟不就会打三脚猫的工作 你至于这么推崇他吗 还武道宗师 就凭他 在我心中啊 武道宗师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师父 等一下 师父 你怎么了 老花 哎 师父 这地板很脏的 你连锅也不及于这一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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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您居然出过了 恭喜师父 师父 您居然出过了 老季 留下报纸的那位 人在哪里 一定要带我去见他 他是我画天福的救命恩人呢 他是我画天福的救命恩人呢 老华 您是说 这报纸上的东西不一般 不一般 何止是不一般呢 简直就是神来之彼呢 我灵言修炼的心法 叫七阳心法 那是我 在年轻的时候偶然所得 但那是一部残缺的功法 练着练着就发现 问题越来越大 甚至对五脏六腹 都有影响 怪不得我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 灵言啊 你年纪还小 修为不深 对你的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我来说 就麻烦大了 现在 白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继续修炼下去 一直到五脏六腑衰竭而死 要么 碎出我的一身修为啊 那 你刚才的突破 是不是意味着 你身体更加危险呢 是不是意味着 你的身体更加危险呢 我的身体 不但没有危险 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大了 留下报纸的这位宗师 不但改善了七阳心法 而且 还把七阳心法的运转路线给做了修 按照他的方法 修炼下去 不仅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掉 而且修炼的速度 也会快上不少 简直是神来之笔 宗师 一定是宗师才能做到 怎么可能 他 没想到这顾志南送我的 居然是唐晨一品的顶级好宅 有钱就是任性的 明天就是父母的今日嘛 应该去看看他 爸 爸 你们放心 你们的仇 我一定会跟你报道 我再也不是十年前 那个懦弱的灵犯了 我从死亡里爬出 在黑夜中战法 我亲手提着那个男人 曾经 灵犯中有一天会让天都沉闹 让这边华夏大地成功 应该是送药材的人到了 西老 怎么你们天衣馆 连工人都请不起啊 怎么还让你亲自送上门呢 林先生 本来我们不打算打扰您的 但实在怕工人不知清楚 把药材给毁了 所以我就带着林烟 还有一位好友前来 若有打扰还往海涵 那进来吧 所以坐吧 不用客气啊 之前还骂他是香巴佬 如果住汤城一瓶 顶层的人是香巴佬 那我寄灵烟又算得了什么 那我寄灵烟又算得了什么 林总师 必忍化天福 多谢林总师救命之恩 我知道时间只教了顾正男艺人 这个老婆就是从哪里回来的 你这是 实不相瞒 我就是灵烟的师父 她的武学是我传授的 您修改了七阳心法 不仅让我突破了瓶颈 还让我今后不再贵人 从今以后 您就是我化天福的恩人 那你刚才又叫我宗师 这是什么意思 宗师很厉害吗 您不了解宗师的含义 我刚下山不久 对这个华夏武学的划分不是很清楚 还请赐教 林总师 华夏的武刀铁系 是这样的 华夏的武刀铁系 是这样的 刚踏入武刀 分外戒和内戒 内戒 又分 小城 大城 巅峰三位 之后呢 是半步化戒 再之后 就是无数武刀强者 所仰望的 化戒 宗师 就是 林总师 您这境界 这境界 果然和师父说的不一样 不过也不足为奇 我修炼的功法 其实这华夏武刀界的功法 可以相提并论的 那宗师有很多吗 林总师 明面上 华夏有五十位宗师 十位顶级宗师 但是这暗地里 我就不知道多少个 不过 林总师 华夏的宗师 和当地的家族 都有些联系 而且 每一位家族 只要有一位宗师 做任 这个家族的地位 势必是水涨船高 那 天都呢 天都的武道局势 又是如何呢 做起天都的势力 一定要提四大家族 若实力了 应该是秦家 赵家 父家 承家 其中 以秦家的抵运 和实力最强 成家最弱 但是不能小看成家 如果成家的老爷子 回来坐镇的话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只可惜前几天 成家父子 不知道得罪了谁 忽然惨死家中 成家 已经被踢出了 四大家族之外了 林总师 林总师 您这是 林总师 您这是 林总师身上 为什么会有 如此可怕的煞气 难道四大家族 有人得罪林总师 如果真是这样 那天都的局势 就要彻底改变了 因为如此年轻的 宗师之怒 可不是小小天都家族 可以承受 林先生 您和四大家族有渊源 只是熟悉吧 我们就不打扰了 先告退了 好 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有脸蛋 关键做菜也是一流 这样的女人 应该算是人间极品吧 一回来就偷吃 火石飞焦了没有啊 还有啊 你一大清早去哪儿了 我找遍整个小区 都没有找到你 这不是忙于工作吗 这不一大早上 挣了差不多快一个月 是 哈哈哈哈